有年輕時代接棒會晤的休斯頓台大校友會 今年中秋晚會繼續由新一代領導層統籌辦理 展現年輕時代獨當一面的積極態度 每次活動就是很多人好幾十個人共同努力幾個月的成果 所以真的要感謝他們 還有就是這次統籌的我們的Michael副會長在那邊 大家謝謝他 跟大家揮一下手 很高興在這個疫情之後 我們第一次可以辦這麼多人的活動 去年的話可能場地各方面都是因為疫情有限制 所以這一次我們能夠等於說突破這個疫情的限制 邀請大家一起來這邊參加 等於是台大校友會的傳統這個中秋晚會 再資深台大校友的充分授權 並從旁協助會晤 使得該會在世代交替新火傳承上的工作成效 格外顯著也讓舉辦大型活動時特別容易推展 並找到人手合理完成任務 現在下午會的現狀是我們的理事 所以我們這次活動有很多貫長的事情 然後貢獻在這個活動上 全場合理加體力 前場後場充沛的人力資源 將是橋界充滿無限可能的一支部隊 該會自2020年因疫情 將中秋晚會改由線上舉辦後 今年逐漸恢復正常 今天很開心看到大家終於又可以做這種大型的聚會 非常的溫馨 然後也很希望明年的人數可以更多 然後我們可以邀請到更多的校友 或者是台大之友 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台大之友 所以我非常榮幸 當然是人比較少 因為在疫情的時候 那這一次就 疫情後大家第一次比較熱烈的來參加 對 人也比較多 然後活動也比較豐富 就我們2019年的紀錄 我們中秋晚會那時是高達260幾個人 對 那今天是100多人而已 不過我們還是要心存感恩 就是在這個後疫情時代 已經可以到100多人是很不容易了 對 雖然可能有1 3 以上全部都是義工 對 對 但是真的 就今天這個尺寸其實剛剛好 不會太擠 不會太宣滑 對 然後大家就是可以很輕鬆的 看表演 然後吃東西 登天活動場地主人 喬教中心王盈榮主任 黃毅力副主任也都應邀出席晚會同樂 北美台大校友會聯合會會長劉志忠 與邱沛冠夫婦倆 出席和大家一起慶中秋 王盈榮主任藉著支持機會 釋出喬委會家會喬界年輕時代舉辦活動的 優惠消息 我們現在的委員長 他說青霜基地使用年輕人免付費 沒有費 所以呢 請大家在座的校友會的同學們 就把喬教中心當作你們的家 你們的休息地 七席地 不管你們飛到哪兒或在外面累了 你就回到七席地來休息 然後或者是你們有什麼idea想要在這邊辦 盡量用它 在這裡祝福大家中秋節快樂 中秋佳節人團圓 休斯頓台大校友會 借著佳節團聚的機會 呼朋引伴一起同樂 加上資深校友團的熱烈參與 也確實給了這一群年輕團隊不少鼓舞作用 讓台大校友在新火傳承的道路上 可以無後顧之憂地持續尋找年輕校友加入 往年台大校友會這一項活動 大都有校友準備節目 今天特別邀請僑界團體參與演出 希望擴大該會與僑社的接觸面 創造未來更多可能性 這也顯示了年輕時代眼界開闊的格局 看到年輕朋友們的精彩的表演 我好像回到了大學時代 在這邊的台大同學們 就像我的弟弟妹們一樣 好像回到了大家庭 我希望每天都有這樣的活動 歡樂的氣氛 我覺得這次就是大家的宣傳 辦的活動還有細緻度 真的是超出了大家的想像 所以學長姐每人都贊助有加 年輕人也很喜歡 對 非常的感謝 然後我們這次活動呢 也邀請到了很多非台大校友 來為我們表演 然後參加我們的活動 希望我們台大校友會的範疇 可以擴大到整個休士頓的社區 對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 包桌的學長姐 對 北京女校友會 用我們LOI的贊助 然後我們的休士頓健康羽球社 還有我們的那個 Metropia 對不起 的公司 對 我們的宜章顧問學長的公司 對 還有我們台灣的 美國台塑公司的贊助 對 然後還有一些我們的獎品 對 是京城銀行啊 橫豐銀行 這些銀行 初九日 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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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日 五日 五日 六日 《HELF》 работать 《HELF》 《HELF》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